总决赛在起波兰,勇士连赢两大恶号让科尔无奈,格林与TT杠上了北京时间6月3日,在经历了G1那一系列荒谬的事件之后,明日勇士队将会继续坐镇主场迎战骑士队,而就在我们期待着G2大战剧情将会如何发展时,今日勇士队连推两个恶号,还是让人还是有点错不及防, 其一便是据NBA名记Shames报道,克莱遭遇左脚踝高位有伤,目前肿胀严重,还正在接受各种治疗,此后据NBA记者Chris Haynes报道,克莱走路时明显有一瘸一拐的感觉,众所周知,克莱的伤势在总决赛第一场第一节,由于JR防守滑倒给撞伤的,不过,面对着伤势,克莱仍计划出战明天的总决赛第二场比赛, 而除了克莱,本以为已经休战五场比赛的伊戈达拉将会迎来付出,但据科尔透露,伊戈达拉明日仍出战程以G425%出战可能,科尔说道,他现在在每日观察名单中,他每天都感觉更好一些,但是明天是否能够出战还不得而知, 而更为重要的是,据另一名跟队记者Mark McBeyner报道,伊戈达拉今天没有出现在训练场上,很显然,从目前一切状况来看,伊戈达拉G2出战的可能性显然是极低的,伊戈达拉出战可能性极低,克莱的伤势又不容乐观, 不得不说,目前勇士死亡五小阵容,无法全员出战真的让科尔有些许无奈了,而相对于球队的伤病,格林今日在接受采访时,却依旧给骑士队放着狠话,面对着G1骑士队TT挑衅,格林说道,他在冲突时说,要和我在场外见,但我现在不会跟他打架的,因为这样的话,我照样会被联盟罚款,如果他想和我打架, 等到了夏天,我可以在街上随时奉陪,而面对着格林的狠话,TT也并未处,他回敬道,如果后面还会有两个家伙陷入冲突的话,那这两人会是我和德雷蒙德格林,勇士队接连不断的恶号,球员之间的不断冲突,面对着这一切,本赛季的总决赛真的不会一帆风顺的就结束掉,接下来就让我们期待G2双方的不同表现吧, 或许真的会像勒夫所说的那样,他们会带着一瓶的局面回到克里夫玩的 这就是 вопрос是吧,没有 feels你在家里的 stated苷架章的做法